主席 化水污染整治费收费办法第九条有规定 化学物品出口退费95% 化学物质特别是原油在进口之后 一定会有经过一定的制成 目前原油已经有不征收土物费 改以生产或者是进口的石化制成品 数量征收 但是台数石化在96年缴纳整治费3亿7千万 出口退费2亿2千万 97年缴纳3亿7千万 出口退费2亿3千万 98年缴费3亿9千万 出口退费近2亿5千万 退费比例是逐年的增加 那从96年的59%增加到98年的62.9% 10万月平均的退费96年是34.7% 97年是37.8% 98年是39.8% 台式退费比例几乎是平均退费近2倍 是中油退费的3倍 但近年来台式却对台湾环境造成莫大的伤害 每年土屋基金退费近高达4亿 台式就占一半以上 台式实化化学制成品出口比例逐年的增加 署长 台式实化的污染留在台湾 制成品出口又可以退税95%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我想这个在好几次我们的大院委员都提到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检讨要来调整 因为土屋法修正了嘛 修正之后我们费力的费机要扩大 费机扩大同时我们也会同时来把这个退费部分一并来检讨 那我们已经在今年6月12月分别都有召开我们草案的工丁会 所以我们会来去检讨这部分的工作 那当时说是进口汽油 业者表示要输入用肾在出口嘛 对不对 是 那么污染并没有留在国内 可是呢 突然地下水污染整治费收费办法呢 定有出口退费的措施 但是 现在台数已经变成主要的生产汽油出口了 办法当然要赶快调整嘛 是 生产过程已经从 付出污染防治的社会成本 整治费本来就是不应该退费的吧 那你这个部分呢 什么时候可以 这个办法什么时候可以修完成 好 我请我们蔡子民看一下他后面的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先说明一下 这一部分我们是已经跟业者大概是进行过好几次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延山会跟工厅会 那目前大概是还有一些意见我们再整合一下我们是不是希望说尽快能够最慢最慢我们是看二月底能不能把它弄出 二月底可以修完成是吧 我们是希望啦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它 我觉得这个要赶快修啦 否则这样对整个那个就不公平了 这不应该退费的 你现在又 所以说他已经他已经是一个出口 他已经是一个出口 契于出口的单位了 不应该再这样子来退费 好 署长我想 我们再来 问一下草鸟工业区的错气事件 十一月三十日 草鸟国中师生再度的闻到不明气体 很多这个 后来呢凶手就抓到了嘛 那台塘公司呢 他也在附近用用这个除草剂已经给予每人三万元的补赏 可是呢 为什么这次有那么快 那么快就做到不明气体的元凶 这次为什么那么快 那在那个大发工业区排放凑气体的时候 不明气体的时候就抓不到 这次你们是 比较害怕大发工业区的业者吗 好 我请谢处长来帮忙说明一下 细节 巴伟 这次我们 由于上次草鸟工的经验 所以在高雄县政府 我们本身大概办了一次兵器推演 还有实兵演练大概都办了两次演习 当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说我们 他们对这个草鸟工业 大发工业区里面的厂商 的指纹的这些 原物料这些的掌握 也就是都有资料库 所以这次我们在 案发当时是当天的大概十一点 十一点接破报嘛 马上就调当地的这个监测数据 有一个时间点 那个阿摩尼亚这个飙高起来 那也在那个学校那边采到样品 经过分析以后啊 马上找出来在区内有五家 有这样的化学物质 然后开始去找 不是我现在讲的是说大发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原型 就两年前那一次是 大发工业区啊 我问的是这个啊 所以这次的话就是说 把过去的经验全部都累积进来 而且也有限 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嘛 对不对 两年前的部分是等于是有 我讲一段小故事 我讲一段小故事 其实两年才第一时间 我们怀疑的是喷洒农药 而且 而不是毒气是吧 对 而且老师 其中老师讲 他闻到的就是农药味道 所以我们就去查 可是啊 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 那个好的证据啊 直接而且可以追踪出来 所以现在那是罗生门啊 可是啊 我是觉得说大辽公所 跟大发工业区的厂商 那个时候就去协商嘛 协商要给附近的那个 七月二十二号 签订了一个敦青木林的备忘录 然后呢 有效期间签到二十年耶 你们有没有监督这个问题啊 有工业区三十大的厂商 这一件事情向您说明哈 一空物费比例分摊 八百二十万 然后呢 含草料 汇捷 过需 这三个社区发展协会 那二十年的有效期间 社区不得哦 不得向工业区 请求其他村北级项目敦青木林的费用 只有这些费用给他们用 之后呢 签了二十年就不得再向他们再要求了 你要解释 你解释一下哈 这件事情其实是 我们积极介入在后阶段 可是这样签哦 这样签难道那个 这个签是双方同意的啦 我们只是在居中协调 那个毒气就会没有了吗 不会 这样不是很不平等的条约 不会嘛 对不对 因为那些要求 该做的事情 对人民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条约哦 不是 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用钱来买空气 空污 空污 空气污染耶 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就是他该做好的事情还是要做好 但即使做得再好 我们只能说 做得再好 都难免会有一些 我现在发现哈 微量的影响 包括是电厂的旁边啊 是 或者是这些大工厂的旁边 都是用叫做什么 呃跟跟这些社区的里民啊 在在多少公里以内的这些乡镇呢 给他一个补厂金 然后啊回馈社区的经费 然后就就这样不了了之 然后受害的还是人民的健康 呃如果是我们让这个污染源 不符合我们的排放标准 让它是乱乱污染 这是不可以的 不是 我们要求他复合我们所有的要求之后 我们认为说即使是那样 他还是带来的不便 还带来多余的一些影响 所以他还是应该回馈给社区 我是觉得说你们应该去 处罚那个元凶 而不是去凑成 跟居民来签这种二十年的合约 然后这个回馈金给他们 这样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 一个一个一个 从某个角度看哈 以前没有这个协定的时候 呃他们说呃人物都有 大社也有 林员也有 为什么当然他们没有这样一个回馈的机制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时候 他们双双弹成了 站在环保署的立场 应该去严控 严格监督 对不对 一定要做的事情 这个是说我们不讲也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那个之外 他们所争取的说 即使你做了这样 那我还是有一些影响 你要给我怎么样回馈补偿 而这个补偿 为什么林员有 为什么大社人物有 为什么我没有 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争议吧 对啦 我是说那个大大 那个大发工业区那边 过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就解决掉嘛 你们也没有发现到元凶在哪里啊 对不对 所以像这一次你看 我们把布置的 这一次那么快发现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做了还有更多的事情 让在预防的方面 或者在查证方面 能够更落实 我想请教署长 现在你们是这样 我觉得有一个什么 侦测器 已经有发明侦测器出来 你们为什么不在 厂的旁边 安置这个侦测器呢 排放器的那个侦测器 应该可以克服吧 是 根本报告 大发工业区就是说 现在我们还有一些 放在潮流国中跟潮流国小 都还有放 就是那个FTIR 有安置那个侦测器 现在都还在 那现在你们有没有去查一下 现在还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会有什么显示 对就是他会有这个 那谁在管控这个 是地方政府或是你们 地方政府 那我们他也是委办给 好那地方政府 那我请教一下 宜蘭的石化 宜蘭的那个利泽浅海边 常常排排那种熔烟 而且是晚上在排 那边有没有侦测器 那边我们再了解一下 可能应该是 再了解一下 对 现在以这个大发工业区 那个那么大的一个工厂 你们没有去安装 那你们是安装在哪里 大辽跟那个那边是 那边是什么哪些工厂 你说包围是说大发工 你说包围是说大发工 你刚刚说有有安 那个安製的那个 就是大发工工业区 的周边还有那个 在朝聊国中 还有朝聊国小 因为他靠的比较近 那六七那边有没有安 六七那边 我们现在有有 他们这个工业局 他们那边有在厂区 这边有抓 我报告一下 其实有一些敏感的点要安 像那个学校 对不对他第一时间 他有中央要抓到 那现在六七也要求他在附近的学校 就要安这些 对啊 你们要在社区 尤其是社区的部分 一定要安置那个侦测器 对人民的健康才有保障 或者是都有安的 那其他还没有安的 是不是要去检查一下 你刚刚说宜兰 宜兰你不晓得有没有安啊 那边很严重 老实讲我常常过去那边 每次看到排放的那个烟 那个海风就吹到路上来哦 你们去检查一下好不好 好 还有那个昨天那个国光石化的问题 你们现在准备要怎么解决 我们现在在 我看昨天那个听证会 不像听证会啊 吵吵闹闹就吵吵了之啊 就吵吵完了 没有什么发言啊 对不对 看不到嘛 是不是还要再办一次 那是经济部他应这个委员会的要求 你们推给经济部 我觉得这个 你们应该跟经济制合并去开嘛 怎么是经济部去开呢 我们在环评的程序里面 有很这个完整的一个参与机制 难道你们没有责任要去开这个 有有有 我们在环评里面都有 哎呦我昨天没有看到你们 环保署是谁代表去啊 他做他的我们做我们的 我们有我们完整的一套 他做他的里面做你们的 也是公开参与 然后这个机制非常严密的 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政府 不要这样子分啦 你听证会你应该你们也要出席嘛 要要一并去提押 我没有人出席 我没有派人出席 好啦我我我建议齁 那个听证会还是要开啦 好谢谢 好谢谢陈委员 谢谢 谢谢沈苏长 接下来请黄论书黄委员 不访望 不论书黄委员 里面你再将来 你们ah 我